澳门 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 单一的产业已经不能满足城市需要 他们正在努力尝试新的发展方向 让更多的人成为顾客和伙伴 这个赌注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未来的这座大桥 澳门的黄大姐是一个有十多年经验的导游 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她更加盼望着这座大桥的诞生 我来澳门的话是1983年来到这里 来了整整三十年了 那么见证了澳门回归之前 跟回归之后的变化 自从2002年自由性开放了 那么大量的内地的客人来到澳门 带望了我们澳门的旅游业 包括苍蝇了 包括这个购物了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的话 就越来越好了 和黄大姐一样 小李也从事导游工作 她将要从自己的旅游学校毕业 这座桥的未来也许让她会走得更远 可能四年以后我应该出来工作了 可能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往外宽一点 不只是在澳门工作 可能我去到珠海 或者是去到香港工作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一件 很普通的事情了 小李知道 澳门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觉得这些是澳门自己的文化 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真正的澳门 黄大姐坚信 旅游是澳门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 将让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澳门会越来越兴旺 之后的变化 自从2002年自由行开放了 那么大量的内地的客人 来到我们澳门 带完了我们澳门的旅游业 包括苍蝇了 包括这个购物了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的话 就越来越好了 和黄大姐一样 小李也从事导游工作 她将要从自己的旅游学校毕业 这座桥的 澳门 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 单一的产业已经不能满足城市需要 他们正在努力尝试新的发展方向 让更多的人成为顾客和伙伴 这个赌注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未来的这座大桥 未来也许让她会走得更远 可能四年以后我应该出来工作了 可能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往外宽一点 不只是在澳门工作 可能我去到珠海 或者是去到香港工作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一件 很普通的事情了 大家如果眼睛好眼的话 看到有中文字吗 四个蛇狮子在这里 然后跟中国人说 这个也是平安 代表好的意思 小李知道澳门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觉得这些是澳门自己的文化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真正的澳门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澳门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马祖庙 也就是仆人上岸的地方 今天要开来澳门的 澳门的黄大姐是一个有十多年经验的导游 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她更加盼望着这座大桥的诞生 我来澳门的话是1983年来到这里 来了整整三十年了 那么见证了澳门回归之前跟回归之前